今天吃什麼? 阿King 和你想碰它 冰糖燉雪梨 冰糖燉雪梨 清熱, 花淡 喉嚨乾, 喉嚨痛 煲來吃, 真是不錯 材料是大雪梨 有一粒紅棗 紅棗要去核 龍眼肉和杞子 還有兩粒冰糖 其實它的材料 落多落少, 隨你自己喜歡 買了雪梨, 用豆粉水 慢慢捉一下, 洗乾淨 然後要過兩三次水 雪梨就很乾淨 龍眼肉和紅棗 用豆粉水洗乾淨 因為紅棗外面有很多紋 很容易藏髒 所以我們就洗乾淨 過了幾次水後 可以用清水浸 浸軟就可以了 雪梨, 你看看是否站得穩 它站不穩, 就在下面切少少 它就會站得穩 這個也站得穩, 我就不用了 我們在五分一的地方 切開它 切開它之後 這個就是 用來蓋上的蓋子 用來用小刀 把雪梨的芯 滑出來 就是這樣很輕易 把它滑出來 我現在想放多些材料 把芯片刮大一點 用刀子刮大一點 用小刀子刮大一點 我又不想浪費雪梨的肉 把雪梨切碎一點 把雪梨切碎一點 放在底下 然後我們把紅棗切片 放些龍眼肉 放些杞子 杞子要洗乾淨 用水浸一浸 上面放兩粒冰糖 稍後冰糖溶化 就會慢慢滲下去 蓋上頂子 蓋上蓋子 蓋上蓋子 如果沒有蓋子 可以用石紙 保鮮紙包好 我不想看火 所以我用高速煲 來燉燉 如果你們用一個鍋 或煲燉燉也可以 一小時 如果用煲燉燉 也是一小時 一小時過後 我們可以開來看看 嘩 燉軟了之後 很清甜 這麼好吃的糖水 又這麼有益 大家都多點來煲 好 想知道我下次煮點嗎 快點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和你的朋友分享 喔 好 好 суп